大家好,这里是卡琳迪 今天让我们细练习简易双脚弓 首先要我们山立士站在垫子当中 双脚可以并拢 初学者,双脚可以打开与肩同宽 这样可以减少大腿的压力 这里有示范是双腿并拢 微股向内收缩 脊椎向上放拉伸 放松身心 慢慢吸气 脊椎向上拉伸 呼气,右脚向后迈一步 大概这一步是两小步的距离 不要迈得过大 慢慢的吸气 脊椎向上拉伸 注意宽关节 始终保持面向正前方 不要有任何的偏转 呼气 让我们的食指 食指削叉 脊椎向上拉伸 双手手臂伸展 尽量的向后台高 慢慢的呼气 以宽关节为折点 让我们身体向前方落下 先在这里保持 慢慢的吸气 脊椎向上拉伸 脊椎向上拉伸 彻底的呼出 先胸腹 完全的贴在左腿大腿上 和小腿进度上 保持几个呼吸 你会感觉到你的大腿后侧 强为了拉伸感和双肩的放松 同时的平衡感 同时的平衡感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慢慢的吸气抬头 看向前方 脊椎一点点的拉伸 还原 脊椎一定要慢 脊椎一定要慢 脊椎的还原到正前方 双手放松 让我们右脚向前 还原 抖动一下我们的双膝 放松双腿 调整一下呼吸 让我们的心情慢慢的静下来 让我们开始另外一次的练习 双脚并拢或双脚打开 与肩同宽 微股向内收缩 呼气 左腿向后 买步 让我们的髋关节调整 始终面向正前方 双手十指交叉相扣 双手手肘伸直向后拉伸 慢慢的呼气 向前 向下 自然的放松 没有任何的紧张和压力 如果你的身体贴不到大腿 没有关系的 最重要的是保持啊 我们的右腿完全的伸直 伸伸到右大腿后侧的韧带 在长期练习瑜伽之后 有一天你一定会达到 所以在练习过程当中 切记不要着急 要一点点的来 慢慢的吸气 抬向正前方抬头 让我们的双手手臂向上拉伸 带回脊椎 双手放松 左脚向前收回 抖动一下我们的双膝 放松 大腿小腿进骨 那么在这个体式练习过程当中 你会强烈的感觉到 大腿小腿后侧韧带的拉伸 还尤其是膝盖窝的伸展 这些都对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 还有我们的双肩慢慢的放松下来 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放松我们的双肩 不要将我们的双肩过于的紧张 这样其实反而是不利于体式的进行的 你越是放松 有时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还有就是 你千万不要着急 不要强迫自己的身体去贴向自己的大腿 或者小腿进骨处 最重要的是 你的身体要有所反应 有所拉伸 这已经是瑜伽的宗旨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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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